欢迎回到梦想街57号 我们刚刚已经公布到了 第二名的车子 第二名的车子是Nissan的Extrao Extrao的话是其实今年5月份 才刚进口而已 没有想到在年底的我们评比里面 已经到了第二名了 很厉害 但是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一名的车子 来 第一名的车子 大家应该猜到了吧 有没有猜到 怎么可以少一个品牌 来 トヨタ的Red4 神车又来了 可是上次你们的品牌 并没有到第一名 那时候是末代 上次的品牌是第六名 我那时候还想说很奇怪 我那时候他卖太久了 卖太久了 现在是又小改了 好 来看一下各位的分数 庞德给的分数给到了41分 那一样 21名的车子里面 第一名的车子 是8分到9分 非常平均的一个 很平均 正五角型 那他的一个缺点呢 制服车 对 那缺点的话 优点神降临了 好 乃哥给的分数是45分 21名车子里面的第一名的车子 他居然有两项是给到了10分满分 性价比跟二手车的行情价 引擎动力也给到了9分 好 那个Eddie老爹给的分数呢 引擎动力给了6分 你的图形好像没有一次是正的 根据创新的话也是给6分 他一直忘记这是平120万以内的 他用那个赛车来平比 二手车的行情价给10分 最高分 性价比给9分 空间应用呢 可是给8分 其实他同样也是21名车子里面的 第一名的车子 他的一个缺点的话呢 动力表现稍微弱了一点 Eric给的分数呢 非常的平均 那是8分到9分 总分是42.5分 21名车子里面的第一名的车子 所以这一次这样子评比下来的话 大家对于这台车子是冠军车 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所有的人都平第一啦 所以优缺点要嘛就要写很多 不然就要写就是一句话带过 你们两个的优缺点其实差不多 对啊 你实在找不到 这就是刚刚Eric说的 你说要找下一台车 没有东西可以说他的 那你就嫌他太没有个性了 可是你们还是给到第一名 没有个性才叫制服 其实我这么讲 前三名的车子里面 RAV4油耗是最差的 最好是X-TRAIL 第二 再来它这个RAV4油耗 RAV4油耗是最差的 比这个U6 Turbo Ecohype还要差 可是没有办法 他这个车子品牌形象太好 真的是不会坏 再加上他这次又增进了很多安全配备 对 安全配备 实在你是真的没有话说 对我而言 对我自己而已 你看我给他的缺点叫做 友达以上恋人未满 为什么 因为连我都心动了 可是你真的叫我把他拥有 娶回家当老婆吗 可是我又不是 你喜欢有个性的 这没什么个性 可是真的是没有话可以说 这一个进口的车 可是我问一下旁德好了 就是我们三月份所做的评比 它是旧款的 但是后来它的有一些改款 那改款的方式的话 改款的内容到底有哪一些 可不可以跟旧款的做一下比较 好 那之前这个 大家对RAV4比较多愿言就是说 它的安全配备似乎秉不上竞品 那再来就是说 它这一款新款有油电车进来 而且油电的价格 它量贩等级二驱的 125万 你要想我们刚才讲那几款 就是光汽油的 顶规车都是120万左右 它是油电 然后整台车进口 然后没有拿到补助 对 它没有拿到补助 120万嘛 还开这种价钱 但我必须讲 它那一款车 没有中央那个萤幕 但还是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配备拿掉 但是你观想这种价格 可以买到油电车 很多人觉得很甘心 那我问一下 你们现在评比的分数 是油电那个版吗 不是 不是 是中和 我是中和 对 中和 但是如果要选择的话 是不是油电变成是 不是 因为它这次的改款 就像刚刚的说 最重要是因为它把安全 提升 光是这一点 然后再来它是进口车 然后卖国产价 那你就可以看到国产车 卖到100多万的那些 是不是应该要检查 它只有入门是两颗 其他都7颗 好 来 总得分是41.875分 我先 我再看一下各位的分数 那最高分其实是落在了 二手车的行情价 那特亚塔 所以有人还给到了10分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 性价比号给9分 那引擎动力的表现也不错 7.75分 所以平均起来的话 这一个车子是41.875分 这一次我们在这一个